我们现在看第一图 这个图上面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个区域 这个区域它的电传导系数等于零 所以它是一个理想的界电值 那么它的两个参数在这里 第二个区域它的电传导系数是无穷大 因此它是一个理想的导体 有一个电磁波 它从右边我们假定它从左边入射 垂直入射 垂直入射与这个界面 然后呢 我们说这个坡 遇到不同的界值的时候呢 它会产生反射跟穿射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反射波 当然我们只知道有反射波了 那这个波函数是怎么样子 我们还不知道了 那至于这个地方呢 因为它是理想导体 所以我们的电磁波不能穿透进去 因为它的穿透深度几乎接近于零 所以它只有反射波 好那现在我们怎么样子知道 就是说我们已知入射波 那你怎么样子把反射波给求出来呢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好我们先假设 已知入射波的电场 那现在我们是 假设它传播的方向是Z方向 那电场的方向呢 是X方向 就是Xpolarized Wave 它的正幅是这个 这包括什么呢 包括它的Initial Phase 那Beta1 这个它的向常数 这个1就是代表 它是在第一个界值 第一个界值 好那么我们就可以把 它的H场求出来 这个I就是代表 Incident Wave 入射波 那入射波的H场呢 我们就知道它是Y Polarization 这个很简单 要不然你就用比的也可以嘛 H cross E cross H就是Z的方向 那就是AX cross AY是Z的方向 好它的正幅呢 这个写错了 这个写错了 这是Ata1 Ata1 我这个老师会打错东西 这Ata1 你把它改一下 那个讲义上面有写错的 也给它改一下 这是Ata1 Ata1呢 就是它的自由主抗 或者叫做特性主抗 那么它这个Beta1 还是在第一个界值的 还是第一个界值的 好 那么 这是已知第一区的入射波 好 那么电磁波呢 不会穿入界值二 因为它是理想导体 因此在界面的仅有反射波 而没有穿射波 那么我们现在就假设 假设这个反射波 反射波呢 我们还是用它的复述形态 像这个 我们都要马上会写出来 我们第二章就介绍过 你应该会写得出来 然后这个 反射波 我们说这个波 没有理由说 它反射会 它的方向会 会变成Y方向 不会 它还是X方向 不过是正X 还是负X 不知道 那就包括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就是代表它的 正幅 反射波的正幅 我们用10R R就是reflective wave的意思 好 那么它这个 这一项 Phase factor 前面用正的 因为它是反射回来 往负Z的方向跑 那么 这里 Beta 这里还是Beta1 因为它还是在第一个界值 所以界值1的总电场 及界值2的总电场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 我们把第一区的总电场写出来 总电场 因为它有入射波 有反射波 那么我们就把这两个加起来 你把AX提出来 里头就是这个 那E2呢 就是第二个界值里面的总电池场 总电场 是零 因为电池波进不去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位置数 就是ERO ERO 那ERO到底是什么 我们如何能够知道 这要用什么 用边界条件 所以边界条件在电池波里面 非常非常的重要 用边界条件 那么我们现在就 Apply这个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是什么 就是在界面Z等于零的地方 两个界值总电场的切线分量 要相连续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看这个 这个是X方向 这个是Z方向 那这个是Y方向 出黑白面的是Y 出荧幕的是Y方向 那么它的总电场的切线分量 因为我们现在电场只有什么分量 只有X分量 X分量就是什么分量呢 就是切线分量 对不对 因此 我们就说 第一区的总电场 跟第二区的总电场 在Z等于零的地方呢 要相连续 相等 相等 好 那么我们就把 这个条件 带到 这个式子里面去 Z等于零 那这两个都变成一了 对不对 那就变成一OI加EOR 要等于零 那就变成这个式子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原来 EOR 要等于负的EOI 就是说 它经过反射以后 原来这个OI是X方向的 那现在这个 就是EI是X方向的 那现在EO呢 就变成负的X方向 这是在界面的地方 正好变过来 那我们就把 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 带到ER ER 反射波里面 ER我们不是假设 这个东西吗 原先假设这个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发现 原来EOR 等于负的EOI 所以这里就变了一个号 那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就把它换成EOI 好 那么反射波的磁场呢 反射波的磁场 要记住 它是反射波的正符 被ETA1来除 但是你要记得这个地方要变一个负号 有没有 我前面讲过 这里要变一个负号 好 那么 EOI换成负EOI EOR换成负EOI的时候 这就变成正的 所以 反射波的H厂 我们现在也知道了 那于是 我们就知道 总电厂 第一区的总电厂 就是 等于这个 这两个加起来 我们把这个 共同的像E EORI 提出来 那你看 这两个相减 这两个相减 这个是什么 cosine βZ 减 sin 减叫JsinβZ 这个是cosineβZ 加上 sinβZ 这里有个负号 那就是cosine减掉了 那就剩下什么 J 两倍的JsinβZ 就变成这个东西 变成这个 这是一个负的 你把这个 你把它画成cosine 加上Jsin就好了 我们看 这个坡跟行进坡 一样不一样 这就不是行进坡了 这就是一个 逐坡的形态 那么H厂 我们也把这两个加起来 这两个加起来 你把AY提出来 ERO ERO等于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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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O等于负1OI 然后这里就变成加的 这两个加起来 就是两倍的 cosineβZ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驻波的形态 也是一个驻波 好 那现在 我们就可以把第一区的 总电厂写出来了 第一区的总电厂是什么呢 总电厂的实斜形态 就是REAL 它这个向量形态 乘算 Exponential J Omega T 取它的实数值 那就是 你把这个带进去 就是这个东西 取实数 取实数 好 这个取实数呢 我们知道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是cosine Omega T 加上J Sine Omega T cos加上J 然后乘算一个J呢 那cosine那个地方 就变成虚数了 Sine的那个地方呢 就变成实数 所以实数值啊 就只有这一项 你看这个就是 我们上次讲的 讲的那个驻波的形态 对不对 这里就看得很清楚了 驻波的形态 那H厂也是一样啊 我们把这个 E H1带进去 H1带进去 它是这个 乘算这个 然后我们取实数值 因为前面都是实数了 所以只有这个 那它是cosine Omega T 加上J Sine Omega T 我们取实数 只有J 只有这个cosine Omega T存在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从这个结果 我们知道 第一区的总波 是驻波形态 驻波形态 电场与磁场的驻波函数 有90度有90度的相差 这是cosine 这个是sine 90度的相差 这个是最大值的那一刻 这个是零 所以说这个绝对值最大的那一时刻 这个h的绝对值是零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 你电场是坡负的地方 那h场就是坡结 电场是坡结的地方 h场就是坡负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 总电场跟总h场 它的这个形态 你看 这个是 这个在x方向的 这个是电场 这个y方向的 这个是 y方向的 这个是 这个 y方向的 这个 这个是h场 这个h场 那么 怎么会有这么两条呢 这是因为它的 时间的不同 Omega T 不一样 就是说 我们 上一次在黑板上讲过 它这个 政府 会 政府 就是说 它在这个地方震荡 这个中间在这里震荡 这个旁边呢 就是 它的 amper就小一点 在 在这里就是零 是这样子的 所以它这个 随着时间呢 它震荡的这个 位置不一样 位置不一样 OK 但是 我们看到 这个震荡的位置 不会跑了 你不会看到它跑到这里来 不会 它就是在这个地方震荡 电厂我们反正看不到 但是如果是弦的话呢 你就看到 它就在这里震荡 这个地方就在 这里震荡 这里在这里震荡 那h场呢 正好 它是在x方向震荡 x方向震荡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两个坡 它现在是一个什么坡呢 是一个 驻坡的形态 是属于驻坡的形态 好 那么 我们现在知道 它的 入射坡 跟反射坡 它只有入射坡 跟反射坡 都是在第一个界值 那么我们就看看 电厂磁场的 扶数形态 由这个扶数形态 来求第一区的 平均功率密度 如果 这个坡 它是一个 驻坡的话 那它有没有功率 传到第二个坡里面去 传到第二个界值里面去呢 因为功率密度 是会传播的 那我们就来看看 功率密度的平均值 我们上次讲过 功率密度的平均值 就是二分之一 real e cross h star h complex conjugate 是这个 那我们现在就把 这是总电厂 我们就把 总电厂的 这个 这个值 带进来 总h厂 你要 化成 它的 共额 负数 共额负数 化过来的话 我们看到 这个 h厂 这个都是 实数嘛 那这个呢 因为它有 initial phase initial phase 它有 exponential j5 plus 所以它是一个 负数 那因此 在 star就打在这个上面 就是 它是 eioi的一个 共额负数 这两个相 cross ax cross ay 就变成 az az 那现在这个要取什么 取实数 取实数 那eoi 乘上 eo eoi的complex conjugate 这个就变成 eioi的平方 这个两个负数 一个负数 本身 一个是负数的 共额负数 相乘就是平方了 这个都是实数了 这个 这个 然后这个变成实数 eta 现在也是实数 因为它是 纯界电子 这也是实数 所以 它整个 是一个 虚数 好 全部都是 这个数目 整个是一个 虚数 因此 你取实数的话 就是零 它的实数部分 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 就是说 在第一个 戒指区 它有没有 电功率的 传播呢 没有 我们知道 驻波 它不会传播功率的 因为它都是在 我们看旋波 在 各指点都在哪里 跳 都在哪里震荡 本来的位置震荡 对不对 不会传过去的 所以 它没有功率 密度的 传播 好 我们再看 然后呢 我们 由十些形态 求第一区的 平均功率密度 好 我们用十些形态 来求看看 你先 把 pointing vector 算出来 它是 E1 cross H1 这个是 pointing vector 然后我们就把 E1带进来 H1带进来 然后这个地方呢 你就把它 AX cross AY 就变成AZ了 其他就把它 乘起来就好了 乘起来 它就是四倍的 EIO EOI的平方 然后呢 H1 好 那 这个 就是 sin cos sin cos sin cos 我们现在要对 T来做微分 做积分 做一个中期的积分 那这个 是不好记 对不对 我们要把它 把它画成什么 背角 这形态 所以这个 画成背角呢 就变成这个 变成 变成 这个样子的 因为两个sin cosin 就是sin 2 Omega T 这个 也可以变成背角 所以这个4呢 2 给它 2 给这两个 就 前面就是 这个了 然后啊 我们现在 把这个 这个东西 做一个 周期的积分 积分的结果 我们知道 对T来积分 你看它是什么 它是sin 这些 对T来讲 这些都是常数了 你可以提出来了 那sin 2倍角的 积分 一个周期 等于什么 等于零 对不对 所以也是零 所以我们 从以上的结果 就知道 功率密度的 平均值 为零 所以第一区的 驻波 不攜带 电磁能 故入射的 电磁能 完全 这是为什么 因为 你入射 有电磁能 我们把它分开来看 入射波 有电磁能 往这边 反射波 全部反射回来 那就等于 这一区 没有电磁能 对不对 这是一个 像我们现在就知道 你怎么样子求 电磁波正向入射于 理想导体平面 你怎么求 OK 好 那么 我们学到这里 就想一下 好 我们是怎么样进行的 是先假设 入射波 对不对 入射波总要知道 然后入射波知道 你就可以知道 入射波的磁场 入射波的电场 入射波的磁场 然后第二区 因为它是理想导体 所以电波进不去 因此第二区的电场 一定是零 它H厂也一定是零 所以呢 我们现在 你怎么样子求 这个反射波的 电场正伏呢 那我们就用这个 Boundary Condition Boundary Condition Boundary Condition 用是怎么样子的呢 就是总电场 跟第一区的总电场 跟第二区的总电场 在界面的地方 它的切线分量要相等 所以以后你们如果 做这一类的题目 你要带这个边界条件的时候 一定要强调 把它写出来 由边界条件 是什么 比如说 在界面的地方 第一区总电场 的切线分量 跟第二区总电场的 切线分量相等 相连续 要写出来 就是说我们 要注意的重点 一定要强调 比如说你们考试的时候 像我改这个题目 我就一看你 假设的波对不对 入设波 电场 磁场对不对 然后我第二个就看你这个 你有会不会用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用对了没有 如果这两个都对 那后面大概就会对了 你如果错的话 也是因为这个笔物啊 什么东西错的 所以我们做题目 或者做事的时候 你都要知道 什么地方是一个关键点 这个地方 你要该强调的 就要强调 好 现在我们 知道这个 平面电磁波 垂直入射于 导体平面 它只有反射 没有穿射 那因此呢 它的平均功率 密度或者是平均功率 都等于零 因为它入射的 入射的时候 行径的功率 跟反射 反方向行径的一样 那就是你输入到X方向的 它往回输入 那就等于平均功率密度呢 没有变 那就是零了 好 那现在我们再看 这个例题 有一个频率 是100个MHz Y偏正的 均匀平面波 我们用这个来 来代表 入射波 从空气 垂直入射于 X等于零处的 理想导体平面 假设正幅是 六个miniVolts per meter 你要注意它的单位 你不要一概就是Volts per meter 结果你做出来的 就是差了一个倍数 求下列各电磁场向量形态 与磁鞋的形态 第一个 入射波 第二个 反射波 空气中的 总波 还有电场 为零的时候 最靠近导体平面的位置 求向量形态 跟实斜形态 OK 好 那你现在呢 处理这一题 那你就先把 已知的这个数据 把它写出来 已知什么 F Frequency 一切一百个machert 那我们 它其实用F的机会不多了 我们用Omega的机会很多了 所以你就把这个Omega 求出来 它等于2πF 就是2π 乘10的 八次方个hertz 乘上10的八次方个hertz 那么这个就变成radian per second radian per second OK 那么向常数呢 你知道这个Omega以后啊 我们就可以求向常数 那β1就是第一区的 这个向常数 它就是β0 因为这一区是什么 空气 它告诉你是空气 它就是Omega over phase velocity 那电磁波在空气里面的 传播速度就是三乘10的 八次方个meters per second 你这两个除一除 十的八次方约掉了 就是三分之二π 一个radian per meter 像这个地方啊 因为以后我们β总是写在这个 exponential的上面 对不对 你写这个反而方便 你不需要把这个π给画出来 3.1416啊 乘2再被删除 不要画出这个小数点出来 但是呢 如果最后要你求 他主要要你求这个向常数是什么 你除了有这个之外 你最好把这个算出来 就说我们不要留什么π啊 留什么根号啊 在那里 人家这标准答案 他自己做的可能只有一个答案 对不对 就是最后的零点几 以后的怎么样 你留了一个π留个根号什么 你要这个改题目的人帮你算 他哪有那么多时间帮你算 所以我们在做题目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 什么时候你可以 就用这个表色 什么时候你要把这个算出来 OK 然后还有固有波主 看因为在空气里面 他就是120个欧姆 这个不是120π欧姆 我写错了 少了一个π 少一个π 你看看那个 想一上一面少一个π 120π欧姆 377欧姆 然后呢 正幅是6 乘10的负30方 vote per meter 这个单位要注意啊 他这里告诉你的是 6 mini vote per meter 但是你在计算的时候 通常我们都是用vote做单位 电压 你就把它改成10的负30方 OK 以致这些值我们都求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看 入色波的向量形态 入色波 你这要写得出来啊 这是什么 偏正的方向 y的偏正 就是电厂的方向 y方向嘛 这个是他的正幅 这个是他的face factor 这一定要会写得出来 然后我们就看这个e Oi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 它的initial phase是零 它没有告诉你 它有出向 出向角 然后这个 β1就写在这里 你看这个地方 用这样表示 反而方便 那么你知道这个h厂就好求了 h厂就是E1EIO 而EI被A1来除啊 大小就是这个 那方向呢 你要注意 这是y方向 它往哪个方向传播啊 往x方向传播 对不对 那y cross z就是x啊 所以这个h厂呢 就是z方向 这是z方向 然后呢 你再把这些值啊 都带进去 这个377欧姆 就是120π 欧姆 算出来 就是这个值 单位要写上去哦 你如果是公式的话 这个单位 有时候可以不写 因为我只知道公式 公式里头的量 我用什么样的一个单位 还不知道了 所以我最后的单位呢 我可以不写 但是这已经是算出来的东西啊 里头的量都 用什么单位都已经决定了 所以 单位一定要写 单位要写出来 OK 好 那么路射波的向量 电场的向量形态 h场的向量形态 知道了 那我们现在就求它的 实斜形态 实斜形态 你就直接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 乘上 exponential j omega t 再取实数就好了 所以你就把这个东西 写到这里 exponential j omega t 取实数 取实数的话呢 这个要 这两个星合并 两个星合并就变成 exponential j omega t 减 三分之二 pi x 取实数就是cos cos 这个不要忘记哦 已经算出来了 这个不要忘记哦 那么h场也是一样啊 你就把hi 这里乘上一个这个 然后 取它的实数 这也很好做啊 那还是这两个合并 取它的 实数 就是cos 因为现在是在 这个介质是介电质 所以这两个 这face是相等 是一样的 就是 同向位 同向位 OK 好 B 我们看 反射波的向量形态 反射波 你把这个写出来 反射波 OK 反射波 我们 前面 已经告诉我们了 说 他这个 用这个 连续条件 知道 ero 是等于负的 e eoi eor 是等于负的 eoi 所以 这里本来应该是 ay 我们知道 这个 它是 y方向 所以它一定是 y方向 不过是 正的负的 不知道 这里是 eor 但是 eor 由连续条件 已经知道 这个 是这个东西 eor 等于负 eoi 所以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这样 如果 就是说 最好呢 你还是用 边界条件 第一区的 第一区的 总电厂 求出来了 第二区的 总电厂 等于零 利用这个边界条件 把eoi等于负的 eor 等于负的 eoi 把它 把它 求出来 再带进去 这样更好 当然你直接带这个 是很快 因为我们 就是 在这个 第二区是 理想导体的时候 它只有反射 而且是全反射的时候 那这两个 这个一定是 相反的方向 就是 这个方向 跟入射的方向 是一个 相反的方向 这样才会使 它的总坡 在界面的地方 等于零 因为界面的地方 第二区是零 对不对 第一区的总坡 要是零 所以它的 eoi 一定要跟eor 方向相反 加起来才会是零 这个我们多做了 这个自然就会知道 反射波 你就把 这个 被这个除 不过你要加上一个负号 反射波一定要加负号 然后你把这些 带进去 这个带进来 负负的正 就是这个 实现形态 那就简单 你这个求出来 实现形态就简单了 你就把这个东西 乘上 exponential j omega t 取实数 你看这个都是实数 这个变成 exponential omega t 减三分之二 pi j 那么就取cos 取cos 对不对 ER hr xt 就是实斜形态的 反射波 的h场 你就是把 原来这个 带到这个里面去 乘上 exponential j omega t 这个都用正的 因为它反射 所以这里还是取 cos 去cos 我们现在就看 空气里面 总波的向量形态 total wave 总电场 总电场 这两个加起来 这个是个负的 那么 你把ay提出来 里头是什么 exponential 负j beta1x 减到 exponential 正的j beta1x 次方 这个 合并就变成 两倍的j 负两倍的j sin beta1x 这就化成这样子的 之后我们就把它 写成这个样子 beta1带进去 beta1带进去 这个单位记得 是这个单位 那h1呢 我们就把 入射波 跟反射波的h场 加起来 加起来以后 你就要处理这两个 这两个相加 exponential相加 就变成两倍的cosine beta1x 然后就变成 这个东西 beta1带进去 这个值 带进去 就是beta1 这个eio eoi overeta1 带进去 最后这个变成 ampere per meter 好 在空气介质中 总波的 实斜形态 空气介质 那你就把这个 这是它的 向量形态 你把向量形态 乘上一个 exponential j omega t 次方 取 实数 那 如果单单是这个的话 exponential j omega t 取实数呢 是 它有实数部分 跟虚数部分 但是这里有一个j 一沉进去 实数就变成虚数部分 虚数就变成实数部分 所以它sine 反而是实数部分 你也可以把这个j呢 把它画成 exponential exponential 它是 二分之拍 exponential j二分之拍 次方 那你把这个 跟这个合并 也可以啊 最后呢 你取的是cos 这个角 然后加一个二分之拍 对不对 那就变成什么 变成sine 变成sine 所以这个地方 看你喜欢用哪一个 你把这个划成虚数 然后乘上这个 就是虚数变分 虚数部分变成实数部分 实数部分变虚数部分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好 这个地方有一个 有一个x漏掉了 这个三分之二拍x 这个地方的x 要讲一上面添进去 OK 这个x漏掉了 它漏掉了 好 那么h1 也是一样 你把h1 乘上exponential j omega t 取实数 现在前面都是实数 所以你这是cos 就好了 cos就好了 OK 好 最后一个问题是 问你 它现在是驻坡的形态 这个都是驻坡 电场也是驻坡 h场也是驻坡 那现在问你 电场最靠近界面 电场为0的位置 是哪一个 那就是求它的坡结 你把它坡结的位置 全部都求出来 那就是令 这个 等于0 这一项等于0的话呢 这个不是0啊 那t在变呢 t总是行进的 有时候会使得这个等于0 但有时候 但有时候都不是0啊 所以也不是 这应该是横等啊 所以不是这一项等于 横等于0 那就应该是这个横等于0咯 那你就把这个横等于0 这个横等于0的话 那就是3分之2πx要等于3分之2πx要等于4mπ 为什么是负的 为什么是负的 为什么不取正的 因为它的坐标是怎么去啊 在界面的地方是x等于0 对不对 往 理想导体内部去x是正的 反过来是什么 是负的 所以你这个坡结一定是在空气里面嘛 一定是负的 负的 那m呢 是0 1 2 3 所以坡结的位置就是你把这个带进去 坡结的位置 我们把这个画一下 我们把这个先画一下 π跟π约掉 所以x等于负的1.5个m 这不是meter啊 这是m m等于0 x等于0 那就表示导体平面本身是电场的坡结 再来一个呢 m等于1 m等于1带进去呢 它就是负的1.5m 所以这个就是 除了它本身的坡结之外 那离导体表面最近的坡结距离应该是等于什么 1.5m 最近的距离是1.5m 就是负的1.5m 1.5m 就是负的1.5m